今天我母亲崔勒,永远使用电磁武器,强迫崔勒,做眼科手术 被我坚决的阻止了 然后我三姨借给我母亲一万块人民币 牵入了我母亲在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 北朝朝社区的社区管理员叫张金 她的社区微信使用非法的软件入侵方式,侵入了我的手机系统 今天我母亲已经向北京的公安局和安全牌制所报警 来了一个警员,身高应该在一米八级以上 她的口罩,还有一个辅警,没有她的口罩 她的警员名号应该是03465级,提供手持录像设备 这人来到现场之后,她应该进行了录音录像的记录 并且两次,下提次再上一次 我们向警方陈述了我们所提交的卷宗 起诉书所带的地方所履行的法律程序 并且要求警方通告国际受害,特别要求提通知难民主 同时,我们已经把凶杀犯罪的情况,并且凶杀犯罪人员 应该据国内有关受害人群指出,在20米内这一点 我们已经再次公告了警方,并且要求警方立即逮捕凶杀犯罪现场的所有犯罪人员 同时,我们已经要求警方通告国际社会 由国际社会在安全担保的情况下 公开公众探罪名单到凶杀犯罪现场 将张阳家族和西洋家族在人治人治,在保护提取的情况下 送往国际情供组织和国际法庭进行行事检测和身体健康检测 因为我们是被谋杀谋害的对象 我们已经发表声明,我们取消了可能潜在和已经存在的 对我们从进行反而在总督里谋杀的相关的政府机构 国家对我们的司法管制权,废除了相关所有人员的司法护免权 这是一级联合国审刀,使我们应该拥有的权利 并且我们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支付我们所有的法律费用 和其他的安全担保的费用 里面一万美金存入到推动的占物 当时的警官向我们声明 他不知道曾经掐账国际情侣组织孟宁伟是谁 他不知道孟宁伟是谁 而且我们在向他声明,我们把启作书已经交到奥运法院的时候 他说他也不知道 不要说我们对那类的凶杀人员的现场向他指明的时候 他也不清楚 但他击乎了我们向他展示的微波巡查分队的 微波武器的原型 并给我们告诉了警察 这里施场应该是美国中央情侣局驻中国的22号监狱 但是这个警察警方人员一直是模仑两可 在混淆是非 但是我们已经明确要求警方立即通报国际社会 而是我们正大的警方 这里的狐狸马全是假的 我们已经让警方看到,我们已经挂了灯 有人在这里使用电磁武器对我们行凶 我们让警方立即大捕对判 坚决支持这些害人听门的反人来凶杀本队 同时我们也告诉警察 在香港2013年招牌的第三地 心脏死亡大脑气候医治 包括天津厅气候医治中心和中华气候医治协外 而这个警察明显处于模糊状态 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经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战俘 必须立即通告世界 发布公文 请国际相关组织到凶杀犯罪现场 将两个家族全部带离被囚禁迫害 谋杀的犯罪现场 他们是警方所取的我三行的电话 他已经拿到了这个电话 所以我三姨的电话 我三姨并且问询我三姨住在哪里 那么这个人也 我们以前在暗中盘的时候没有见过 他搭着口罩 今天两次要求我带上口罩 而附近没有带口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求 中国共和国民党 立即停止你的反对报警 因为我们通过危机百科了 我们已经发现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承认了你所办的罪行 一个种族美军 还有一个是这个 战争 还有其他的 还有一项罪行 所以我要求你中国共和国民党 立即停止你的微波 凶杀稳定 我们已经向警方指控了 我们已经挂满了帮助 到吴马队进行邀进 红阶 而且我们公开告诉他们 在17号 有一个我过去很认识的 一个发想叫马队 他本身是法医 后来搞养科 在地团 在原来那个地方 文败银和拜登区国的 那个地安门那个地方 有一个马卡餐厅 今天我们已经明确盖着警方 送了这个变态商人办 他索取毛发 牙齿 金属失敏 和邪道 我们要求中国共和党警方 立即逮捕 凶杀稳定员 凭致在我们这一所进行的 反而来 使用电子武器的凶杀稳定 并且我们已经现在指着了 相关这一段犯的情况 而这个警员 说他不耐心了 他不耐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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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相关国家政策和其他 是韩文某种人要态度 他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并且他索取了我三一段变化 和住址 并且我已经要求他公开公正的 保护人知人证 前往国际法律 坚决制止 背后凶杀犯的命运 企图藏态我母亲的犯罪行来 并且我们已经向他指挥了 在香港的西域 是被贩卖的封销手 同时一旦得到血定 同时我们已经告诉了 犹豫犯的分子 决定我们经济白源 使我们被绑架结束 无法获得人身自由 并且我们已经向他 展示了 南海套有关人员 在我们门头 放下了 这个脚垫 所以我们的门残案 同时我们已经向他展示了 整个广告系统的异常 这个警报危险已经接到了地方 并且通过北农家外人冲船 送到安全保护所 这段警察 以前我们没有监控 我要求你中华人民允论 中央人民贷处 必须立即采取行为 坚决支持这 害人警察的反应允论问题 同时我们以战略警察 我们计算机里所存在的很多东西 你北农户外局的王庆 应该全都要 那都是里面一致的 所以我要向你中国共产党 立即释放人质人证 在国际公开公众透明 安全担当行为 在支付服务行为 把所有人治人证家族 去把人情安全的行为 送往海牙国际法律 和国际行政组织 有警察否则 前往国际行政织 梦想外国行政织 他已经索取了我三一在电子上 还得梦想要住址 我三一在拦他 所以我现在 把这疫情上通到全世界 所以我们与中国共产警方 打交道的结果 他们否认了一切 没有做出明确的任何表态 他们今天还是跟过去一样的 没有真正的表明任何态度 他拿起了我三一在电话 并要强行要求我母亲做所说 到现在 这是中国共产党警方的大用 耳朵的情况在恢复 但是市面上的情况已经有明确的异常 我都把这个情况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现在我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中央任务 立即涉担任制人队在国际安全担保的情况下 并且周判的情况下 在全国共产透明的情况下 前往国际行政主事 涉押国际法庭 走上法庭 也我们已经告诉他们 警察到哪里去掉为卷坐 我们会符合国家政策 所以说这一点上 我们再次通过国际策略 并且我们已经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西域 而且明确到在警方 他们在香港残害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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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现在的凶小孩在保护内 填补支持着 从事着害人情门的凶化奔断 我们要求国际策略 紧急政策 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 台湾政府的反革命反弱的造型 同时我们看到 新闻不知是真是假 台湾政府的裁判及香港人员 已经乘坐美国C17用户机离开台湾 现在我们就这一情况 通过全世界 请大家严密关注凶杀犯罪犯罪的动向 请相关所有人员 关注自己 关注人知人证的安全 因为它牵涉到很多人的怯上利益 请不吝点赞